1932年11月,国民党军同军局长戴利再一次派出特务前往上海,命迷杀王伟。 然而,派出的特务全部都被汪美76号杀掉。 前前后后,戴利安排的附近资产,都已失败告终。 幸好这个时候,上海的杜月生给蒋先生带来了一个消息。 高宗伍和陶西胜有意脱离上海。 这卖国的事还是不能干的。 当时,我们就联系了杜先生,让他联系重庆,帮我们离开上海。 而且这个时候,高宗伍已经趁着汪先生外出的时候,把密坛的文件派回来。 只要能把他带出上海,那么,也许还有万人在军队。 蒋先生当即就指示杜月生,一定要尽全力将高宗伍和陶西胜带出上海。 杜月生果然不负重拓。 在他的安排下,高宗伍和陶西胜顺利逃出上海,并且把汪汝立约交给蒋介石。 当即,蒋介石给女人将汪汝立约带到乡凯发明。 此立约一经公布,汪精卫的汉奸面目曝光天下。 汪精卫当时还变称,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。 他再怎么变成,一切都忘了。 1940年3月30日,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美国民政府,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力高峰。 可是,他这个美国民政府主席,仅仅只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。 汪精卫在日本主席的收益下,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,干尽了卖国的勾当。 彻彻底底成为了一个遭人唾骂的大罕见。 这酒好比喝毒酒,我喝了一口,死了半截,发觉是毒酒,我不喝了。 而汪喝了一口,发觉是毒酒,作性,他全喝了下来。 喝下这杯毒酒,注定了汪精卫命不久矣。 1942年6月,中途岛海战爆发,一班海军损失四艘大型航空母舰,遭到重创。 美军从此应得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,而在中国的战场上,中国军因团结一致,齐心抗日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侯战场,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,有效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。 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势力,汪精卫自治,日本必败。 而他这个大汉奸,也必定没有好家场。 几度交易的郎精卫身体是每框愈下的,他曾经替蒋介石爱的那颗子弹,在这时候成了他的催命服务。 1944年11月15日,汪精卫旧机复发,死于日本。 汪精卫死后,陈碧君将他的尸体用回国内,葬在南京梅花山上,陈碧君身知汪精卫,醉孽深重。 于是,用了五吨均硬的碎钢块,缠在昏农土里,然后搅拌成厚厚的木壳。 可这个本命,最终还是被赶介石,用人用150公斤停蹄炸药,炸了个粉碎。 放进了最终,获得湿骨无存的下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